宜蘭市公所今年6月到10月之間 将违规停放的自行车 移植到河木路的违停移植区 公告车主任领 公告期限将在11月的15号为止 届时50多部的自行车将依法来清理掉 在河木路违规自行车移植区的自行车 约有60台 是宜蘭市公所在今年6月到10月间 从宜蘭火车站转运站周边 清除出来违规停放的自行车 并公告请车主来认领 宜蘭市脚踏车转运站的地点 大部分都是火车站头前车 和转运中心这台车 宜蘭大学附近这台车 光复路 这个地方公所 如果运站车车的移植 我们都移植在旧的通关区 这个地方放置 而公告日期到11月15号为止 届时移植区的自行车 将依法清理报废掉 车主如果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在一致驱离 可以在11月14号之前 持身份证到公所领车 为停自行车一经报废 公所清洁队会把堪用的零件拆解下来 重新组装 然后捐赠给弱势团体使用 达到回收再利用的目的 一万新闻记者黄竹 汉曾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